好,這個是書寫裡面的罐頭特效 一樣我們來看看 這個應該怎麼做呢 好,有沒有 廣告嘛 你滑過去廣告要不要做曹林姐 要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至少你要是把他拿出來 你們有用過FotoShop 有用過FotoShop 請問我們要用哪一個比較好 需要表決嗎 就一起來用這個FotoShop來做看看 那各位電腦裡面這邊都有 那首先呢 當然你打開之後呢 你看一下 這個技能就直接用標準就好了 好,確定 那麼你可以打開它 我們這裡面你剛剛解壓說的 Lesson2裡面都是Switch的 Lesson2裡面 我們把它點進去呢 裡面有沒有範例二 我們就直接從範例二這裡開始 那個人 沒有去對之前 長得是這個樣子 我讓你看 有沒有 那你把它去對之後 變成我們剛剛在簡報裡面看到那樣的 了解嗎 所以你一定要先做去對的方式 那去對 因為事實上我們不只是在FotoShop裡面用得到 你在簡報裡面 在你的 平常的網頁製作 或者一般的影像區 用不用得到 那用得到 就很重要的 所以 麻煩各位呢 你剛好進到Foto那個時候 這個就先關掉 你把那個檔案打開 好 你們開檔案的方法 這樣可以接受吧 按著它 跌跌跌跌跌跌到這裡 但是記得 不要在這裡放開滑鼠 我沒有放開滑鼠 我是拉拉上面才放開滑鼠 可以嗎 這個樣子有比較人性一點 你如果丟到這邊來 直接放開它就當給你看 有沒有 因為這個好像是 蘋果的專利 你沒有發現那個手機大廠都高來高去的嗎 這個在蘋果 在Apple的電腦上 Mac是可以覺得它這邊就放開的 那 你們可能不知道 微氧 它有注射 你們有沒有用過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都只有一個滑鼠 就是一個按鍵 因為三個按鍵的 被微氧注射了 所以它也不能用 還有你看 手機 你們如果有用G20手機的 以前我們開那個滑鼠型手機的 拆捨的方法 是怎麼開 按下 有沒有 拉下來就可以打開那個滑鼠型手機就可以操作 那現在Google的 Android的換掉了 為什麼 因為被告 那是蘋果的專利 所以我們就要一個圓圈圈 拿來拉下來 很多專利你們可能沒有注意到現在市場那些 都會被拼錢 所以 有問題 我把他們還給各位 請你再找一下這張圖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我們進到這個佛東東的之後 你來看一下 在哪裡 從這邊 物件裡面 有東西叫撤取物件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功能而已 撤取物件 那撤取物件 就可以把我們做去對 點進來 總共我建議你進來之後先把它放在最大 這樣你再看比較容易看 甚至你把這個比例再放大一點也可以 因為比較好畫 我先顯示選圖 那 怎麼做 他說有四個步驟要做 現在這個四之一 繪製邊界 就是說 你先把它的邊邊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 但是因為你畫出來之後 這個就有 這裡不要的就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重點 事實上四個步驟裡面最重要的是第一個步驟 就是這一個 你看我們這個圖 有這種 分得很清楚的 有沒有 所以說它的邊緣跟我不要的地方是分得很清楚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像頭髮色 有沒有發現就會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先做一下 這兩種瓶頸處理的時候不一樣 你如果 先把它放大一點 好 你們平常在移動 也可以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 右下角這邊也可以 如果你是像這種清楚的 怎麼辦 你看 你進來有沒有加筆刷 筆刷大小 這個 清楚的 就是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什麼意思呢 我先用 我這支筆 模擬給各位看一下 就講清楚的 筆刷不要太大 筆刷不用太大 但是你看我怎麼畫 有沒有發現我畫的時候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就是我畫到那個多元的上面 然後外面有一點點 里面有一點點 知道你了解嗎 清楚的就是筆刷不用太大 那麼如果像上面這個不清楚的 筆刷你可以再大一點 但是畫的時候 直接就畫在上面 知道你了解嗎 這個已經是不清楚的 你就塗在上面 你不要再塗到外面來了 這樣它要算太多 所以清楚的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像這樣 一半在一半在 不清楚的 就塗在那個不清楚的上面就好 清楚那個處理原則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來試看看 你看我們現在把這個拿掉 我就真正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筆刷太大 縮小一點 這個清楚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打的 加號 來 這個 再大一點點 你看 這個有點太大了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有沒有 那你在畫這個的時候呢 你可以隨時想休息就休息 不用停止呼吸 有些人會很堅持 我一定要把它一筆畫到完 不用啦 你就隨時想休息就休息 那筆刷大寫也不是永遠都不變 你可以隨時看情形 該變大的就變大 該變小就變小 那 在這邊 有沒有我就畫在上面 對不對 你這個筆刷不要變大你就要得土底式 也可以啊 反正那個 就是 但是 暗尾變大就OK了 事實上 Photoshop裡面也有這個工具 Photoshop裡面它就要摘取 它就要摘取濾鏡 在濾鏡裡面 也有 所以各位如果說你想要的 反正是看看 處理方法都一樣 這兩根或者這一根 你就固定一定要留著啦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 來講它不算那麼細 你就不必要為了這兩根草汁去整片森林 這麻煩就 你就把它弄掉就好了 這個不是讓俏的嗎 你要留下來嗎 好那上面這邊就比較 銳利一點 有沒有 所以你甚至筆刷可以再小一點點 記得啊 銳利的就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那這個不清楚的我就塗在上面就好 有沒有你看不清楚的就不用塗到外面去了 就直接塗在它的上面 你看這個眼睛 在這邊 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對不對 萬一塗塗就好了 叉叉 有沒有 上面叉起來 露露 好 我是邊講 我也很認真在做 事實上 最重要的 這個步驟最重要 四個步驟裡面這個最重要 因為它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各位就是後面 做下來的結果 像他這個就是 他現在穿的這個衣服就是有點 那個叫什麼 就是那個 絨毛的那種 邊 所以其實我就直接塗在那上面 那各位這個很重要的是你到最下面這邊的時候 我現在影響已經到底了 你如果這邊不用那麼多 我筆差這邊就有點太粗 不用那麼近 好 那這一條要不要這樣畫過來 不用不用 我只要能夠分出內跟外就好了 因為它已經超過外面了 所以你看我這邊我就 再繼續把它畫下來 但是有個前提就是 一定要是能夠封閉區域 一定能夠是要封起來的 所以你看我把它變整個的 有沒有看到我這邊這樣能夠封起來了 下面不用畫出來 沒關係 所以這是第一個步驟你就可以做好 那下一步呢 你就要告訴他哪裡要哪裡不要 我是說外面不要 有沒有 那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點了 連人都會消失的 有些同學點了人會消失 你看我故意在這裡畫一個洞 就有一個洞 你看下一步 點了就人會消失的 不要懷疑你有破洞 請回上一步找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把眼睛上亮一點 有沒有 找找看哪裡有問題 那通常最容易有問題的不是在中間 就是在最下面這邊 沒有塗到底 這是最容易出現問題 所以你看如果塗到底 有沒有就不會 那 第三個步驟 他就跟著幫你先上看看 有沒有你看這個結局的細節高跟低 我們當然希望他這比較高一點 可是高的話上的時間就久一點 所以你就可以先 差不多有一個屬性了 最後要怎麼辦 還要再稍微修飾一下 因為自動幫我們去的總是有些地方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 他預設有沒有背景的顏色 因為我們來講其實我們的顏色當然是在紅色 可是 我會把這個透明的程度 把它這樣 撞低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賺的話是不是看到圓圖 對不對 我把它撞到低 我就是看到待會兒因為我要問在哪裡 是在 黃色的背景上 可以的話最好是這兩個顏色是一樣的 因為你這樣看我就知道是待會兒上不上去之後會不會有問題 你如果是有差異還是 看起來不太相同 所以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我們在這邊的話 你看 這個顏色應該是比較暗紅色一點點 事實上我們 好的話是要去查一下RGB 有沒有 我就可以看到旁邊 是不是效果大概不錯 如果外面你有覺得比較不好的地方 比如說你看 真的拉近來看 有些地方就是不太OK 比如說這裡 吹毛球吃一下 稍微 有沒有關係 大家再擦一下 對不對 我也沒想到這一次怎麼這麼剛好 沒有太多 那這裡有多去掉一點怎麼辦 用加的 再把它補回來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模式之下它並沒有真正去掉 所以你可以 把弄太多的再補回來 不夠的再慢慢把它擦掉 所以你看這個頭髮去的就還不錯 對不對 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裡有必要就把它擦掉 看看它有沒有 好像都還好 好 好 這稍微多擦一點點 這裡一根白白的稍微擦掉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好 所以最後 最後各位要注意了 下好第一手 好 你按照確定之後 就不能反悔了 好 就不能再回上一步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 確定好沒有問題 當然確定 你看我們這邊圖層管理人 有沒有這兩個 這個眼鏡關掉 是不是真的就出來了 所以我把畫面還給各位請你來試看看 這個都已經做好了之後 我們確認 這裡沒有問題 都有了 你要不要打眼鏡關掉都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你要點到上面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外面有個框框 這個有個框框在流動有沒有 這條件你選到那個物件了 現在我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要不要底下那個 不用 你就直接從這邊 物件裡面 應該有一個 不是物件 網路 但是這裡找不到 你知道為什麼找不到嗎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標準相片功能 標準相片功能就沒有網路的功能 後來選單可以自訂 所以你來這邊 這裡有一個我的工作區面板 有一個 有沒有 有沒有叫完整功能 我們現在是在標準相片 你把它切到完整功能 或者網路設計都可以 完整功能 不用儲存 有沒有看到這個叫網路 看到了 所以你記得在我的工作區裡面把它變完整功能 好 網路裡面呢 這邊你就可以來找一個 找一個 影像最佳化 影像最佳化 等一下 我現在是不是只要選定的物件就好了 這是我現在選大家可以看 好 重點來了 這裡有三種格式 我們要的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三種格式 cpg gf 跟png 網路上主要支援這三種 但是呢 影像格式來講 我們要在cpg裡面用的 最好的 當然就是用tng cpg 各位常常都在看 對不對 你的數位相機要拍照都是這一種 但是cpg有個缺點 它沒有透明度 所以你輸出 這是四四方方的 你看我們上面這裡 原來它自動幫它填一個白色 就沒有效果 那gf呢 有 可以設一種顏色透明 可是它最多只有256種顏色 所以顏色多嗎 不算太多 所以 tng它是全彩 而且最重要是可以帶R8圈 有沒有看到 旁邊站在馬賽克的這個 這個是透明 所以如果選好格式之後 你按另存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存到 我們自己的資料裡面來 比如說 好 存彩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拿出去 拿到 slash 或slash裡面用 當然 說真的 我們這張現在目前來講 是不是比較大張一點 你看我把它調進來 我把剛剛做好的把它調進來 把這一張把它調到我們的這裡 有沒有真的有透明的 而且只有拍而已 對不對 事實上可以的話 一般我會建議這個你在哪裡 在這裡就先把大小先縮好 也就是說 我們在電影裡面 我們所幫所放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其實還蠻小的 可以的話你就不用 拿那麼大張去裡面再縮小 因為這樣你的科學檔案會變得比較大 我們做網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這叫勤儉持價 好 好 要怎麼騙的 馬上大小要怎麼騙的 你想說 現在頻寬比較大我就隨便給他亂放 沒有 你讓人家等很久 人家就怎樣 不太想看嗎 對不對 所以說你網絡速度要快 除了頻寬要夠以外 正要是你的內容 還要瘦身 才可以 所以 你可以來我們的 這裡 你也 從這邊 調一個裡面有沒有叫調一個大小 點一下 那你記得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物件 所以你就告訴我影像跟物件要一起說 了解 影像跟物件 你如果只有這個 只有裡面說 那張圖沒有說 按一下這裡 然後把它變像素 比如說你不要那麼多 我就只要 200 200在我們裡面就很大了 甚至100都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嗎 你把案確定 有沒有變小了 你如果沒有勾那個 你看我勾一個給你看 我假設用這個 有沒有 我變 100 沒有人理你 那張女生就不理你 有沒有 一樣大 所以這個 在調整大小的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把影像跟物件一起 這樣的話 你再調才會OK的 好了 這樣就直接存檔 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好 所以 雖然我們影像主義 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邊 好 在這邊 好 好 好